海魁台风在南部带来了强风好雨 台铁南回线因为铁路上吹落的树枝过多,一度停驶 今天已经恢复了正常行驶 而东部干线,池上到台东间的路线则是双向受阻 经过抢修,也在昨天下午六点二十五分,恢复通行 台铁列车星期一行经关山路段 由于瞬间风势较大,树枝入侵 造成列车急电弓受损,卡在关山到池上间 一度无法行驶 而另一列从台东发车的列车 在通过山里战时 更发生急电弓疑似被扯断的情形 结果卡在路线站 不少人被巨响给吓到 两列次火车影响超过四百名的乘客 台铁派车接驳,一度造成台东与花莲玉里站间 涌现上百名等车的人潮 而池上到台东间,双向受阻 台铁则出动电力维修车持续抢修 等了六个多小时 四二三次列车的乘客终于盼到 由台东站开出的列车 到陆野站接驳受困的乘客北上 台铁东部干线已经在四号下午六点二十五分 抢通,恢复双向行驶 南回线部分台铁局表示 放了到台东间路线 预计在清理路线巡查之后 在今天恢复行驶 记者张明哲杀验齐中建纲 台东台北报导